上一讲谈到长平之战之后 赵国痛定思痛 齐齐寻求新与伦的合纵 这时期的山东六国 国力呢都已经大不如前了 如果再不联合起来 就只能沦为秦国的潘中餐了 这么一看 合纵不但迫在眉睫 而且人心所向 肯定一呼百应才对 然而事实呢 刚好相反 这种不合理的局面 其实恰恰符合人类天性 人类作为群区动物 组织模式呢 从来都是弱者向强者靠路 跟在强者后边 欺负其他的弱者 总不会众弱联合对抗一强 如果你近距离感受过校园霸凌 就会发现同样的规律 校园里的小霸王就算再厉害 毕竟双拳难敌刺手 同学们只要搞合纵 就不怕被欺负 但合纵呢永远搞不起来 即便偶尔成功 也注定维系不了多久 弱者们会有怎样的心态呢 此这东西 马上就给我们展现了 魏国君臣的谋算 早在长平之战刚刚开始的时候 魏安西芒就咨询过大臣们的看法 大家一致认为 是这样的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如果秦国赢了 咱们就任秦国当大哥 如果秦国没赢 咱们呢就趁火打劫统秦国一刀 只有魏国总理孔斌 只反对意见 说秦国自从秦孝公以来就战无不胜 现在军队指挥权又掌握在梁将手里 哪可能有便宜让我们捡 大家又说即便如此 我们呢也应该袖手旁观嘛 反正咱们魏国没损失 并且临直修国之浮衍 这是原话 想当当的表达出了幸灾乐祸的道德价值 意思是说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本国压倒邻国才是服务 否则呢就是祸 而拉开强弱差距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本国进步 二是邻国退步 所以邻国呢越是遭灾倒霉 对本国来说就越是好事 站在魏国的立场 如果赵国打败了 岂不正是魏国之福吗 这种想法特别符合人的直觉 所以直到今天呢也很普遍 战国年间的国际关系 虽然远不如今天复杂 经济往来 也远不如今天密切 但魏向恐病 还是看出了问题 说秦国贪得无厌 并不会因为打败了赵国 就心满意足的 那时候就该来打我们魏国了 你们这些人啊 就好比燕子在屋檐上筑巢 快快乐乐的生活着 自以为太平无事 等到灶台湿火 整栋房子都快被大火吞噬的时候 燕子们还若无其事 完全察觉不到大火临头 孔斌虽然没能看到 秦国贪得无厌背后的逻辑 没看到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之后 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 就必须发动战争 即便遇到一位清心寡欲的国君 也不得不杀伐不断 并不是克制欲望 就能够实现和平的 但无论如何 孔斌的见解总比那些燕子高明多了 这位孔斌自子孙是孔子的后人 他的出场 相关记载的原始和可信度问题 前面都已经介绍过了 现在我们重点只看他的辞职 孔斌虽然是被威安西王笼动礼聘来的 但想法一直施展不开 索性辞职不干了 付贤在家 按说辞职不算什么 真正奇怪的是 怎么辞了职就一直付贤在家呢 战国时代的高级人才 往往都走职业经理人的模式 这家坐不开就换一家 果然有人这样去问孔斌 孔斌讲出了一句名言 死病无良医 意思是说 病人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程度 再好的医生也没办法 孔斌解释说 国际局势正是这样 自己还能去哪呢 秦国肯定第一个排除 人家准备吞并天下 自己如果去搞 仁义之道 不但搞不成 命都会丢 山东六国一个个摔摩阵阵 看来不出二十年 天下都要被秦国吞并 孔斌确实把去世看准了 但在时间估算上 还是悲观了一点 胡三景在这里有注视说 从这一年到秦始皇二十五年 秦国一统天下 一共三十八年 山东六国各有各的怯懦 所以赵国想要重建合纵 实在困难重重 赖掉秦国六座成衣的事情 眼下虽然还没有惹出风波 但秦国来找另一桩麻烦 辞职通前的记载是 秦朝向往很想帮饭居报仇 听说魏齐躲在平原军家里 就把平原军骗到秦国扣留下来 让赵国拿魏齐的人独来话 那么问题来了 以秦国的流氓作风 以赵国刚刚赖掉 答应割给秦国的六座成衣 以范军对魏齐的刻骨深仇 以平原军门下的庞大智囊团 平原军怎么可能上当受骗 亲自跑到秦国去呢 事情确实是匪夷所思 实际虽然交代了详情 但也让人看不太懂 说秦朝相亡以私人身份 给平原军写立一封信 在一通工委之后 热情邀请平原军过来喝喝酒 聊聊天愿彼此皆为不一之交 虽然说贵族最吃这一套 但秦国什么时候 表现过一点贵族风度呢 反正据使妻的说法 平原军既很受用 也不敢拒绝就这么去了 秦朝相亡还真的招待平原军 喝酒聊天 聊着聊着就提出难题了 说范军置于自己 就像江太公置于周文王 管仲置于齐桓公 所以自己必须要帮范军报仇 平原军倒也会说话 先讲义气后装傻 说卫旗是自己的朋友 就算真在自己家里 自己呢也不会出卖朋友 更何况卫旗并没有在自己的家里 话不投气 秦朝相亡于是扣留平原军 向赵孝成王发出了最后通牒 说如果不交出卫旗的人头 那么不但平原军回不去 秦国还会发兵发赵 赵孝成王虽然要搞合作 但绝不想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卫旗 就跟秦国翻脸 所以发兵包围了平原军的住处 当真搜捕卫旗来了 这时候的卫旗已经是逃命的行家了 竟然趁着夜色逃出包围 找于清救助 于清的反应足以震惊所有人 估计自己没办法说服赵孝成王 收回成命 那就跑吧 国家总理不当了 带着卫旗一道逃亡 究竟先逃到卫旗的老家 魏国落脚 两个人当然知道魏国待不住 所以想请姓凌军帮忙 赶紧的跑到楚国避难 姓凌军得到消息 实在是很为难 不敢接这个烫手山芋 纠结着问自己身边的人 这个于清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正好侯赢在旁边 极其出色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位侯赢是战国史上 最有光彩的几位人物之一 李白在侠客行李说的 僵制弹诸汉 吃伤劝侯赢 说的就是这位老人家 他在后门里会有精彩气氛 这里只是短暂露个脸 他对姓凌军的回复是 一个人被别人了解是很难的 了解别人同样很难 于清当年破衣烂衫 初见赵王就获赐白币一双 黄金百亿 第二次见面就被败为上清 第三次见面受相印封万户后 那个时候于清真是耸动天下 而当魏琪走投无路 投奔于清的时候 于清轻易就舍弃了一切 带着魏琪一道逃亡 这样一个人现在来投奔您 您还要问他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吗 贵族最受不了这种话 姓凌军魏无忌 偏偏是个闲着金汤匙出生的 飙飙准准的贵公子 贵族精神 当然少不得积功好义这一条 哪能为何卫着爬丹风险呢 就这样 姓凌军含羞待造的 高调出营于清和魏琪去了 对于魏琪而言 这也许要算守得云开见日出了 马上就能舒舒服服的到楚国去 尊申军不是才得了赵国的好处 准备联合抗秦的吗 到楚国也就安全了 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魏琪就在已经遭了这么多罪 连累了这么多人之后 听说姓凌军一开始为了要不要接待自己 竟然有过犹豫 当即怒己攻心 终于爆发了血性 拔剑自吻了 就这样 赵小成王终于拿着魏琪的人头 换回了平原军 但是仅仅换回了平原军 却没能够换来和平 当时白起握兵 秦国的派亡灵率兵伐兆 而赵国在失去上党之后 都城邯郸就要直接承受秦国的兵风了 这里还有必要交代一下 于清的下落 魏琪死后 于清就在魏国住下来了 和孔斌一样 父贤在家 没走职业经理人的路线 于清的著书立说 写下一步 于是春秋 可惜没能流传下来 司马先对于清既有佩服 又有不解 说于清给赵国谋偏布局 明明那么一个聪明的人 怎么就能因为一个魏琪 落得困居大梁 穷仇著书的境地了呢 普通人都知道不该去犯的错 怎么于清这样的贤者 反而会犯呢 除了于清的做法 很难让人理解之外 平原君 姓宁君的反应 也很出乎人的意料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 范君太有报仇的理由了 为什么于清 平原君 姓宁君 乃至侯赢 竟然都力挺魏琪呢 欢迎在留言区 谈谈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讲 再见 上一讲谈到魏琪之死 留下了一个问题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 范君太有报仇的理由了 为什么于清 平原君 姓宁君 乃至侯赢 竟然都力挺魏琪呢 要知道 他们这样帮着魏琪 不仅是跟范君和秦国作对 同时也在跟自己的国家 国君和国法作对 真的至于吗 小孩子在读这种故事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困惑 搞不清到底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从范君早年的糟集来看 天然的同情心 都会向着范君 把不得看他绝境风生 打出得抱 但于清那些人都是史书当中 光彩照人的正面形象 他们不计代价的 驻魏琪脱身 似乎也有一种 远远超乎常人之上的高风亮节 这种矛盾冲突 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 这些问题 关乎时代与人心的转变 值得好好谈谈 如果说魏琪装无辜 骗取了正人君子们的信任 那么一来 这就和魏琪在自稳那一刻 表现出来的性格形象 很难合派 而来也太低估了 于清等人获取信息的能力 如果说大家都是为了抗秦 这才不愿居从于范区 和秦朝相亡的淫威 这个也不合事情 因为在这几个人里 只有于清才称得上铁杆抗秦派 平原君和姓凌军 完全没有坚定的抗秦立场 只会随着时局变化 而左右摇摆 侯营虽然在后来为抗秦出过大力 但出发点 只是暴打姓凌军的知遇之恩 跟秦国反而没有太大关系 决定他们做出怎样选择的 首先是古老的宗法伦理 简单点就是帮亲不帮理 正如平原君正面拒绝 秦朝相亡的时候说过的话 说魏吉亚是自己的朋友 就算真在自己家里 自己也不会出卖朋友 朋友做的对不对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拿我当朋友 我就应该也拿他当朋友 就算拼上自己的性命 乃至拼上自己的家族和国家 也不能出卖朋友 好吧 就算平原君的态度 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 但于清和姓凌军呢 他们跟魏吉可不是朋友啊 姓凌军跟魏吉 好歹啊 沾金带雇 都是魏国贵族 但于清呢 出身草莽 跟魏吉的生活轨迹 毫无交集 当魏吉从平原君家里脱身 去投奔他的时候 这很可能是两个人 第一次见面 哎 于清又是凭什么 为了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就舍弃了功名利禄 和远大前程 辜负了赵孝成盲的知遇之恩 和身为赵国总理的如山重任 这背后就是战国时代的世人精神 在世人之间 阶层认同高于国家认同 当有人来投奔你 把身家性命交托给你的时候 就等于认同了你的没人 而这种认同感相当于莫大的恭美 人家是因为看得清你 才来投奔你 要么为什么不去投奔别人呢 这份看得起 有资格得到同等程度的回报 让人义不容辞 这样一种价值观 你应该已经不陌生了 前面讲过 三家分尽之后 遇让为智遥复仇 理由就是智遥对自己 以国事相待 自己呢 就当以国事的标准 回报智遥 哪怕智遥是个大魔王 人人呢都想得而诸之 哪怕遇让很清楚 以一己之力完成复仇大业 实在希望渺茫 但一之所在 所以千万人无王意 在这种价值观里 来看于清和姓凌军 人家为其一代大国总理 在绝境当中把身下性命交托出来 求自己收留 实在太给面子了 自己如果闭门不难 就显得太不仗义了 从功利角度来看 自己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多年的口碑 从此可就毁了 至于范居和为其之间的恩怨 到底谁对谁错 反而呢 无关紧要 所以如果有机会 请于清他们 评价范居的复仇 他们大概率上会投上赞成的一票 并不会认为范居有错 范居的所作所为 也很能体现当时的时代精神 关于这种精神 司马迁有过两句话的经典总结 叫一范之德必尝 雅兹之愿必报 成语雅兹必报 就是这么来的 今天我们看待恩仇 只会赞同一范之德必尝 甚至会说滴水之恩 当以永泉相报 却把雅兹必报当成了贬义词 我们通常都会缺人大度 陌生气 退一步海阔天空 诸如此类的 这是平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食物链底端的生物 谁都惹不起 当然怕惹麻烦 战国时代正是贵族社会瓦解 平民社会成型的过渡期 不断褪色的贵族精神 成为了少数贵族精神爱好者们 拼死汉妹的气质 这一拼死汉妹 也就难免矫枉过正 表现的形式会显得有点过分 甚至偏激 雪上加霜的是 古代社会属于男权社会 男子汉如果热血上涌 重义轻生的话 完全不用跟老婆商量 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 男女平权 女性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 如果还有于清一样的豪侠人物 要舍弃一切帮朋友逃亡的话 那么他老婆说什么都会拦着 后人议论这段历史 往往各有各的角度 东汉史学家荀岳著有一部汉记 探讨政治得失 对于清平原居信邻居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说他们虽然做出了成人不能及的举动 因此名动天下 但社会影响非常坏 于是被侵死党之一成 守执奉上之道费 所谓被侵死党 也有说被供死党的 意思是说把同党放在第一位 为同党去死都没问题 而父母也好 君主也好 官职责任也好 通通靠后 死党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本意是说能为同党去死 于清这种被供死党 既高官厚禄 如碧吕的青仓 竟然会是李白钟爱的 所以李白在诗里说 为草当作蓝 为木当作松 蓝秋香风远 松寒不改容 松蓝相因依 蕭爱图丰戎 意思是说 做人就该做堂堂君子 而君子自然和君子 惺惺相喜 所以远克头鸣贤 真堪血怀抱 若惜方寸心 但谁可倾倒 于清气照相 便于魏琪行 人家于清和魏琪就是典范 一见清心肝胆相照 这才是人物 尽管幻海臣服的王安石 更容易感叹世事无常 谁想得到魏琪这种大国总理 竟然被小人物范居一句话 就要去了脑袋呢 所以王安石的诗是这么写的 范居向经清九州 一言利断为其头 世间祸福不可忽 责中死尸能报仇 所谓世间祸福不可忽 范居复仇事件 在战国时代 其实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换了从前的话 你范居这种出身 要想找魏琪这种级别的大人物高调寻仇 完全不可想象 正是乱世提供了这种机会 让人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摆脱血统和阶层的束缚 有机会呼风唤雨 有机会快意恩仇 我们可以把问题推演一步 如果既希望人才能够跨阶层流动 又希望天下太平可不可行呢 科举制就是这么应运而生的 发展到北宋 才算真正成熟起来 这种成熟可以让王安石 顺利的从科举进入官场 也可以让王安石 在做着太平宰相的时候 也必须加着小心 天知道哪天开罪的哪个小人物 会染青云之上 对自己做点什么呢 人生跌宕起伏 霍夫无常 再也找不回春秋以前 宗法贵族时代的那份安稳和乏味了 既然霍夫无常 恩怨似乎就没有了执着的必要 明朝文坛宗主王世珍 有这么几句酒后挥洒出来的诗句 客不见为其声势同山丘 侧中死人断军头 勤补马师香堂下 当时尿者勤应猴 人生反复难预期 精灵一叠千忧随 请看草木有荣翠 荣者和恩怨者水 饭居和卫弃 谁是谁非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的得失成败乃至所有人的得失成败 就像草木的荣枯一样 既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也不掌握在别人手里 而是通通掌握在命运手里 王世珍已经是明朝家境年间的人了 距离饭居和卫弃 足有一千七百多年 轻易能够看淡一千七百年前的恩仇 但如果真的站在当事人的立场 哪可能想得这么洒脱呢 下一讲 我们就要进入中南亡五十七年了 我们会看到在逼死卫弃之后 秦朝相亡并没有放过赵国 不但增兵强攻邯郸还勉强摆起出战 邯郸之战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 把国际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吸引进来 明争暗斗 我们下一讲再谈